砖紅色的泥土傾斜而下 路灯也被沖到斷裂 傾倒在一旁 泥流的沖擊力強大 就連樹木跟水泥做的石擋雨 全部都被沖落在地 出動怪手把水泥石塊吊起來 要進行場地修復 這些水泥石塊原本是要用來擋泥土的 但是19號晚間的一場大雨 造成土石攤方 也才發現工地的擋土設施 根本不堪一擊 差不多7點左右 昨天晚上 我剛好在炒菜 聽到最強聲音趕快跑出來 因為我們也有懷疑說 這樣要是說大雨 或是怎樣很危險 19號晚上7點多 新竹縣竹北市的這處工地 因為瞬間的大雨沖刷 導致堆放的土石從高處滑落 連大塊的水泥都無法阻止攤方 甚至把下方的路燈都給撞斷 因為大雨持續了下 現場已經拉起封鎖線 不過工地緊鄰住宅 讓附近住戶相當憂心 土石會不會繼續往外流 貪方事故發生 竹北市長鄭朝芳 深夜也趕抵現場勘災 要求施工單位即時修正 現場以為警戒線 協助將危險之餘 山間住戶進行撤離 它已經涉及水土保持法裡面的 自身水有流失 這個是屬於刑事責任 那我們就是不會進行 發完事 而是直接以給地檢署檢察官偵辦 工地發生土石滑落 好在沒有釀成民眾受傷 只是氣象局不斷強調封面報道 大雨一來卻還是造成石塊泥沙崩落 後續怎麼善後 事工所將會持續緊盯 靜新聞張介文林沛騰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